先forJ 那J的話呢就是分別產生什麼 這個地方1到9 所以後面這個藍數的不同 後面我們會加一個 這個是反斜線T 這個反斜線T的支援就是 在這邊幫我按一下TAB鍵 就定位點 換下一個換下一個 然後呢再來多一個那個換行 所以多一個J啦 然後我們的寫法基本上就是 先寫完一個這個 然後之後的話特別注意 我剛剛改的方法就是 我習慣上先Enter 然後把這個 因為我要讓它下一階 所以我選取兩行按一個TAB 然後並且把這一行複製到上面去 Ctrl鍵按住嘛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OK 那等於是說 I的話先決定列 第一列然後跑1到9 第二列1到9 第三列1到9 所以再來把這個 這個1把它改成 在這邊串一個I 所以其實這邊把它複製過來 這邊把它改成I OK 這邊把它I 所以就是 先一一列 一欄 1乘1 1乘2 1乘3 1到9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改一下I 好 這樣就OK了 然後其他 最後再加一個換行 換行的話記得是 把J跑完之後 所以BAC一下 這邊打一個PRINT 所以說牌特別注意那個位置 這樣的話應該就大功告成 資金一下 理論上應該沒錯就完成 OK 不過這樣的寫法 有一些地方還可以拉更 更簡化的 比如說哪裡 在這個字串 我剛剛講過 像這一串 裡面總共 String 出現三次 也就是說 要把IJ跟I乘J 都要轉型 要轉三次 其實有點麻煩 如果說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Format的話 相對的 如果你會用Format 我覺得可以讓程式變得比較 精簡一些些 那Format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他前面先跟他講格式 後面呢 再把變數 帶進去 怎麼做 1 所以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也許我把這一行 Ctrl-C一下 然後把它保留一下 把它貼到這邊 然後這一行把它Ctrl-加斜線 註解一下 如果我要變成那個什麼 用Format的話 第一個 把這個Print的豆點 前面這一串 先給它格式 格式的話 一定是雙引號 我格式一定是 第一個變數是 I嘛 所以給它一個大瓜糊 那如果你裡面不用什麼 冒號.ef 那它就會 直接是輸出某一個值 後面呢 在乘上 也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把它敘述完 乘上什麼 乘上第二個變數 再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第三個變數 後面呢 再串一個反斜線T 這樣就OK了 你會發現 其實 這個敘述 就等同於 它的每一個 其實都有點像一個樣板 差別是說 這三個值不同 其他都相同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道理吧 所以以後如果要輸出一個複雜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Formator還是蠻好用的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在這個字串的外面 這個字串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文字格式的一個敘述 點後面加一個Formator 那Formator 它會自己帶兩個參數 不過你可以把它先刪掉 再來Formator 小刮虎 你就跟它講說 反正前面如果有三個大刮虎的話 你Formator就要帶三個資料給它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填上去 一個蘿蔔為一個坑 所以有三個坑 你就要三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是什麼 第一個變數是I I幫我放到這裡 第二個 第一個 這個逗點 追 逗點第三個 I乘上追 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把它填進去第一個 所以如果當I跑過來是一 追第一個也是一 那就是一乘上一等於相乘 一然後一個tap 然後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追就二 所以再輸出一乘上二等於二 一直類推 最後再幫我換 所以這樣都寫完 所以這個是用formax的敘述 上面是用String轉型 不過比起來啦 強烈推薦一定要用formax 如果你不用formax 真的會非常複雜 尤其程式越複雜 越多這種一堆有的沒的變數的話 用formax有絕對的優勢 OK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把它print的結果出來 不過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才對 執行 OK 看到一模一樣 有沒有 那就先輸出一個 再輸出下一個 那這邊把它enter OK 輸出結果 OK 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formax 那這個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我好像在講義的79 在第80頁這邊有 這個是原來的 這個是改成formax OK 所以formax這個 這個function還蠻重要的 因為蠻多地方 你要輸出的話 一定要經過格式化 就跟你sail裡面那個要格式 儲存格的格式是道理是差不多的啦 只是說在formax 在python裡面是要自己學的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下一個單元 我們就要再來做另外一個練習 請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輸出一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話 它的結構一定是第一列輸出一顆 第二列輸出兩顆 最後一列輸出十三顆 OK 裡面是一個信號 也是用for回圈把它完成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大家也沒有標準答案 你可以想想看 如何可以剛好輸出一個 換行換下一個 兩個 然後另外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後面有變化題 請你把它改個方向 變成這樣子 另外的話還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這樣子 就是前面要加空白 一顆心 空白的話變成十二個空白 十一個空白 也就是前面這位是一個空白的 然後大家也可以反過來 甚至最後你甚至可以畫一個夜淡數 都沒有問題 OK 不過當然是沒有那麼無聊 不過還真的有很多 有些同學 之前有同學蠻無聊的 可能學得太簡單了 結果就真的畫一顆束出來了 OK 不過要怎麼完成輸出這個部分 請各位練習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九九成分打表 剛剛特別補充說明 你可以用format完成 用format之後你會發現 它可以讓程式感覺會比較清爽一些些 也就是說你的文字跟格式 都可以放在字串裡面 然後將來呢 你可以把變數直接放在大瓜湖裡面 那大瓜湖裡面呢 你也可以規定說 它要輸出的是有小數點還是沒有小數點 像我們剛剛點EF 是有小數 你也可以去控制它有沒有小數點 OK OK 那試一下 那後面的話 如何輸出那個信號 會兒 うん 沒什麼 中文字幕——YK